涉及二十大拳斗 河南洪涝和疫情后 官场可能有大地震 北京已成疫区 北京人出行遭歧视 猛踩中共红线 印度将拍四艘军舰进入南海 鄂苏维基的创始人 在日本遭可疑人员恐吓 俄美紧张局势加剧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说 24名外交官被要求限期离境 德国芯片大厂表示 芯片供应极为紧俏 库存创历史新低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直升TV 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3号星期二 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河南郑州刚刚遭受大洪水冲击 近日又遭Delta变种病毒袭击 洪灾疫情接连来袭 引发舆论的愤怒 同时 一些亲共媒体爆出河南习派官员 可能被问责下台 分析指出 各种迹象显示 随着中共二十大的临近 各派抢占权威的斗争一直存在 香港星岛日报8月3号报道 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和市长侯红 可能被问责下台 多维网也报道说 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的仕途受到关注 楼阳生被看好在中共二十大上 可能会爬得更高 徐立毅和楼阳生都被看作是习家军 在这次河南洪灾中 千百万民众受灾 当地政府被指在灾难发生前不作为 灾难发生时原就不利 灾难发生后又维稳禁言 引发民众痛批 人祸多于天灾 大陆微博有贴文揭露 7月26号 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到魏辉了解受灾情况 魏辉市政府封路拦截 魏书记让出一条没有水的通道 供领导视察时通过 下午4点 魏辉市委书记通过魏辉市的微信公众号发视频 宣称水位下降 然而事实却是 到27号水位还在上涨 香港媒体《明报》曾经发文说 徐立义是习近平枝江新军的一员 他在水灾发生前 就防汛工作提出五部目标 包括重要交通不中断等 正是重要交通不中断这一要求 影响地铁站及早关闭 结果酿生惨剧 造成众多市民无辜被淹死 而洪灾过后 郑州上周疫情升温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发生院内感染 涉及的人群包括保洁人员 甚至医护人员 呈现局部散播状态 郑州市卫健委党组书记 主任傅桂荣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马书焕 在7月31号被免职 党媒新华社8月2号称 中共国务院宣布成立调查组 说将对失职独职的行为 予以问责追责 有分析认为 中共官场普遍贪腐 不作为 只关心手中的权力 除了民间要求问责外 习近平的反对派也趁机抓住 习派官员的辫子下手打击 为中共明年二十大抢位做准备 Delta变种病毒在中国快速蔓延到15个省市 特别是已经接种过疫苗的人 北京当局之前只通报了昌平区 海淀区等地出现几个确诊病例 然而当局已经把北京作为一个疫情重灾区来处理 网友披露 来自北京昌平区、海淀区等地的居民 出行到各地将被劝返 或集中隔离14天 网友8月3号发布的视频显示 一位北京女士到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旅游 过检查站时遭到拦截 说是要集中隔离 因为他们来自北京 另一个男子在北戴河收费站被卡住了 说只要是来自北京海淀区昌平区的人 一律劝返 或者是在这里隔离14天 8月3号 在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官员说 北京市疫情防控压力持续增大 不惜代价、严防死守 大陆网民说 不惜代价过于极端 这次麻烦大了 据介绍 在北京 一旦出现一例确诊病例 这个病例所住的街道和工作单位的所有人都被控制 没有特许不准离开 离开北京一日游的居民被禁止返回 他们必须拿出检测结果阴性的证明才能回家 北京还限制郑州、南京、扬州等23个地区车站出发的旅客进京 暂停发售到达北京地区的车票 此外,北京列车乘务人员在异地实行集中住宿 封闭管理、定期核酸检测 3日,北京民航机场巴士公司发通知说 8月4日起,大兴机场防山线暂停运营 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印度国防部8月2日宣布 印度将派遣一支由四艘军舰组成的特遣部队进入南中国海 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部署 其中包括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四方伙伴的联合军事演习 据报道,这支特遣部队包括一艘导弹驱逐舰 一艘导弹护卫舰 一艘反潜护卫舰 和一艘轻型导弹护卫舰 印度国防部声明说 这些军舰将在本月初离开印度 在两个月的部署期间 印度舰队将同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印尼、澳大利亚等国 进行海上联合军演 此外,还将在西太平洋与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一起参加四方军演 印方在声明中说 基于共同的海洋利益和对海上自由航行的承诺 这些海上举措加强了印度海军和友邦之间的协同作用和协调 印度媒体时代新闻8月2号报道说 这是印度向中共发出的严厉信号 最近几周 南中国海已经成为各国海军活动的热点 北京自称几乎拥有对整个南海的领土主权 并把这条水道中无数归属不明显的礁石和沙洲变成人工岛 再通过导弹、跑道和武器系统加以严密防御 印方表示 除了定期停靠港口外 还将和友邦海军一起行动 以建立军事关系 并在开展海上行动时发展互通性 印度一直希望重申四方安全对话 这是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的非正式安全关系 中共外长王毅曾经承认 四方安全对话遏制了中共 是印太版的新北约 牵扯习近平女儿习明泽个人信息泄露事件的恶俗危机案 有24名网站成员遭到抓捕判刑 目前日本留学生恶俗危机网站的创始人肖燕锐 也长期受到中共国安的骚扰 近日在他家门口又出现两名可疑的中国人 他说已经报警 并打算向日本申请政治庇护 肖燕锐向大纪元记者讲述 日本时间7月30号下午6点10分 他家门口出现了两个东北口音的中国人 直接跟他对话 口口声声说 你违法了 不要以为你可以逍遥法外 警察早就已经在调查你 肖燕锐于是打电话报警 对方就盯着看他拨打报警电话 等他讲了十来句日语 发现他真的是在叫警察 他们就跑掉了 肖燕锐说 我可以非常确定他们是跟中国有联系 据知情人说 恶苏维基案的办案人员涉嫌收受贿赂 将技术人员牛腾宇打成主犯 重判14年 并施以酷刑逼迫认罪 今年以来 肖燕锐也一直受到中共国保方面的骚扰 频繁劝由他回国 他说 不会相信他们的鬼话 判决书上我是主犯 我还没到案就已经写我是主犯了 而且我的确是两个网上的创始人 他们一定会把我整很惨的 他说 自己目前的情况非常不好 家里本来经济情况就不是特别好 因为这个案件 警察经常对他家进行骚扰 再加上他是残疾人 因此生活非常拮据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日前表示 24名俄罗斯驻美国外交官将在9月3号签证到期后离开美国 路透社8月2号报道说 这个事件加剧了俄美之间的紧张局势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在8月1号刊登了安东诺夫的专访 安东诺夫说 由于华盛顿突然收紧了签证发放程序 24名外交官都会在9月3号签证到期后 在没有接替人选的情况下离开 8月2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回应说 安东诺夫的描述并不准确 美国政府并没有利用俄国外交官的签证 作为报复莫斯科的手段 俄罗斯外交官必须每三年申请延长签证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相关人员在签证到期时将离境或者申请延期 这些申请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审查 俄美在一系列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 华盛顿在3月和4月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理由是俄罗斯干预去年的美国大选 网络黑客、欺凌乌克兰以及其他的恶意行为 作为反制裁措施 俄罗斯政府规定禁止美国驻俄罗斯外交使馆、领事机构等 和俄罗斯境内的个人签订劳务合同雇佣协议 美国国务院7月30号指出 从8月份开始 俄罗斯禁止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聘用俄国籍或第三国工作人员 但警卫除外 这使得美国大使馆解雇了182名员工和几十名承包商 普莱斯在8月2号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保留对俄罗斯的行动采取适当回应措施的权利 德国芯片大厂英飞林3号表示 芯片短缺、库存处于历史低点 供应紧俏情况将持续到2022年 法新社报道 英飞林执行长普罗斯说 市场面临极为紧俏的供应情势 我们的芯片一生产出来 马上就由工厂直接送给终端运用 马来西亚6月份因为染疫人数增加 实施防疫管制措施 英飞林位于马六甲的 有8000名员工的工厂 因此停工20天 美国德州今年2月遭暴风雪袭击 英飞林位于德州奥斯汀的工厂 才刚刚全面恢复产能 普罗斯说 近期德国西部好几个地区发生水灾 也对供应链造成影响 据彭博社报道 普罗斯告诉分析师 半导体供应短缺可能会持续到2022年 感谢您的收看 节目由李源美龄编辑小坤制作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点赞和转发 也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有更精彩的节目呈现给您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